小學堂直播系列第二集 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下說 就是很多人會想說為什麼廟會這麼吵 那為什麼需要繞進呢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到了一個我們田野的小公主 來跟我們解惑一下 那因為我們的小學堂粉絲有很多民俗達人 但其實也有很多就是我們民俗上很多初學者 也想要藉由我們小學堂來認識一些民俗相關的小知識 所以我們今天也邀請到我們的素人 我們的怡婷小姐 不是她不是素人她是笑話 太放肆了 太放肆了 對我們會找露露是因為就是她在田野經驗非常的豐富 所以今天可以用我們怡婷還有我小編 自己一些對於一些繞進的小問題 可以想要問一下露露然後她來幫我們解惑一下 好的有朋友說有法師的果羅普生 好的因為現在外面就有儀式在進行 所以那非常好的背景音樂好不好 怡婷你本身是有自己的信仰嗎 我很久以前其實我是以前是基督教徒 其實有在去教會 是有受洗才算還是有去參加活動就算 其實要看你是說廣義還是蝦義 如果是你如果真的是有對教會的話 你有信仰 你自己本身有信仰但你無論有沒有受洗其實 廣義上來說都算基督教徒 對 所以你自己認定的話就算是 對 其實我覺得是看自己認定 那你對於就是民間信仰 就是你自己的信仰跟民間信仰是不一樣的 那你持什麼樣子的看法 其實我覺得沒有衝突欸 因為我覺得它其實有點算 它其實就算是文化一部分 我覺得其實你抱持著正確的心態去的話 你就不會覺得說這兩者有什麼衝突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去那邊也有很多東西可以學 可以看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外面好好的 真的嗎 謝謝謝謝 開放是 我覺得台灣就是一個宗教多元的國家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屬於那個宗教 你就是都可以多多去學習 就是把它當成文化學 就不違背你原本宗教的教義的情況之下 但你要絕對尊重你原本所屬的那個宗教或者是教派 但是不違反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都可以算是這個國家的文化 然後我覺得去了解去學習都是蠻好的 多問一下葉婷 你知道繞境是在繞什麼東西嗎 確切來說其實不知道欸 我雖然說有參加過 但是我只知道他們有就是可能擲不會出 我講出來就是我 沒有就是 對就是可能有請示神明說 就是今年要這次要繞境的那個路線 可能是用寶貝的方式 或者是其他方式問到神明 就是說要這樣走 全台灣有千千萬萬場繞境 但並不是每一場繞境都是需要 就是寶貝來決定它的路線 有一些繞境它是可能幾十年 甚至百年的傳統 那它繞的就是它的境 我們說禁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的疆域 它的 我們出國也會說你出境入境嘛 你回國就是入境嘛 你出國就是出境嘛 像這樣子的概念 那神明它也有禁 那那個禁我們怎麼樣去解釋它呢 通常會說它的祭祀圈 也就是說信仰它 在在地信仰它的那一些子民們 就是在這個神明的禁 那通常以前的禁就是會用格頭來分 那通常以前的禁就是會運用格頭來分 嗯 對我們以前就是會講 你是哪裡 你對外的 對啊 對外的 你對外的東西 你對外的一個角頭呢 就是其實 method x 解 格頭這些都是以前相當的屬子 就是西家的所法這樣子 所以我們像東港濱王很大的有國指定的祭典嗎 它就有七個格頭在一起維持這個祭典 对,那王爷他出寻绕境,就是绕他那里七个赶逃 因为就是他那个,等于说他那个area 就是他那个地方,那个疆域,就是他的境 那每一个境呢,也会有他的境主 那所谓境主的意思,并不是说,比如说神格最高就是当境主 每个地方对境主的解释或理解是不太一样的 有些地方他可能会觉得,哦,这个地方他历史最悠久 或者是最多人信仰的 有可能就是成为当地的境主 那境主的话,如果境主今天要出寻绕境 例如说,像比如说大甲妈他要出寻绕境了嘛 那他五十三庄的庙跟居民就会一起合力要完成这些事 然后五十三庄各个小地方的那个角头也会跟大甲妈 就是一起有他那个年龄的节奏 例如说,今天是课棍啊,课棍完之后要一起要出发绕境 又或者是每年普渡,例如说大甲南宫他公布普渡的那个时间的时候 地方的有一些在地的那些小庙他会跟大甲南宫在同天的时候举行普渡 就是因为他是那个五十三庄的类似近乎这样子的概念 对,所以绕境通常就是说 他的宗教,我先讲他大概两层面 一个层面是他的宗教的意义 宗教意义就是说,神明他出来出寻 然后神明走过的路,人们相信他走过之后那个地方就会平安 就有去温,除煞,然后甚至至至鬼这样的功能 那他的社会功能呢,我觉得其实我常常想 对啊,为什么神明其实他也可以不用透过他神像的绕境啊 因为他只要是神,他就是一个神灵,他无所不在 那为什么他还要神像就是出来给大家看这样 我觉得其实他有一定的社会功能 就是例如说,你今天没有那么方便去庙,去拜拜 你今天没有那么方便,可能以前庄头跟庄头是离很远的 例如说,你现在五十三庄,这么大一庄 然后可能我要去到那个Gaea,就是大正南宫那个真的很核心的地方 很远,交通那不便 又或者是,例如说东港七个月头 以前可能交通比较不便,也不能说天天都去拜拜王爷 现在是摩托骑了,就很快,以前可能走路啊,什么就是不方便到 那没关系,就是固定会有一年一次,三年一次 我们的王爷或者是妈祖娘娘,出来绕境 然后他走过去你家,让这些可能不方便出门的老人家啊 或者是小孩子啊,等于说,你信仰我,然后我来这边看看你好不好 其中我觉得他社会功能很重要,就是他有这个安定人心 委定人心的力量,为什么现在绕境这么多呢 是因为现在就是大经济能力比较好 然后又加上可能私人的这个神佛,他也会想要 就是人家,我们庙会记得说亚籍科 亚籍科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这个我是私人的神佛 可是我也有自己跟朋友的交流交配 那我也请你们这些朋友一起来 就是可能我这个是,虽然这个是家神 但是也是在我们家的附近,就是有绕境 或者是我们会搭一个临时的行馆,附近这样绕境 那以前农业社会,甚至更古早时代 这样子的现象是不常见的 那如果代表说,庙会活动平反的话 还代表经济状况是好,这是成真比的吗 其实我觉得这很矛盾耶,因为 你看每个,现在几乎是每个礼拜,周末都有庙会 然后,可是大家却说经济不好 然后我就想说,赢一科是很惊人的 至少二三十万起跳 然后每一个礼拜都有私人的也好 公庙的也好,都是在赢几科 然后我想说,那这样经济不好到底是 我不知道到底,可能我真的不是经济学家 所以我没办法去评断说,这样是经济好还是不好 我只能说,大家可能是 但是我关于这件事我在公司有听过 就是一个有趣的说法 我同事,我同事其实,可以大家听听看 就是我同事是说,就是其实你越是经济不景气 或者是越是过得不好的时候 大家会比较愿意把钱花在就是 宗教上面,就是第一是寻求慰藉 第二是觉得寻求,因为就是他可能在社会上 他觉得不安定,所以他想要找安定的 我蛮认同的 因为,对 就是当你当整体的大家明星很害怕 或者是人心惶惶的时候 就像冒险老师常说一句话 相信政府不如相信妈祖 他就是常常,真的,他就是用这句话 演讲的时候常常讲这句话 其实我有时候,当开听会觉得好好笑 可是你细细去想冒险老师的话 其实他讲的话很有道理 就是当你不知道会相信谁的时候 你心中的那个妈妈,那个母亲 他也许是最可靠 所以你肯花钱,你去完成可能对他的使命 对,就是为什么不能闯症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问题很好 然后刚好也是,我近集很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 就是说,闯症通常比较,比较大会care的是那个神将 八家将啊,五十大神啊 或者他是那一种大神的那一种 性命性比较重一点 对,那一种神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这些将爷 他其实都不要动 他都是站在那边 他也是有一个阵法 在那个无形的里面 所以你去穿过去等于说 你走到那个阵法里面,你去破阵 然后破阵,当然对于整体将爷的影响就是 他那个阵被你给破坏掉了嘛 那对他们来讲,他们是神 他们只要重新整对,再白翻 就是那个阵型都会回来 可是对于你自己可能会是不好的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阵里面 他可能修循,他去收妖,除煞,甚至抓鬼 他很多东西可能是收在刑具或是阵法里面 那你去闯那个阵,你不就是拿自己 以身刺法去种那些不好的东西 然后让那些东西弄在自己身上 所以不要闯阵,不要闯阵 为什么庙会圈的人会一直叫大家不要闯阵 并不是他们很高傲 就在那边说,就是好像很自以为是 就是大家不能接近啊 不能故意要当你走路 不是,其实如果你运气比较不好 或者是身体比较虚 你刚好又给人家刮顶 其实你无形当中自己也会伤到自己的元气 所以庙会界的朋友他有时候可能比较急 比较严厉去跟你说不要闯阵 并不是他自己很凶在那边斩流氓什么 他们真的是为了你们好 他们真的是为了你们不要去受到元气打伤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不要就是去以身事发 还有有朋友说是因为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怕你不小心会被降严的法器可以打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也是保护你啦 不要被打到 蛮中肯 现在妙会界很流行放烟火嘛 但我真的是 我自己虽然也是这个圈子的人 但我真的觉得仇神跟放烟火就是吃量就好了 但也不是说 但也不是说就是捡到都没有 我觉得精、泡足 这个在民间信仰是很重要的元素 绝对不能够把他就是淘汰 他一定有他重要的 他就是有他重要的原因 但是就是不要过量到造成整个庙会的困扰 就像我曾经有看过有一些庙会是 放鞭炮放到那个神叫自己过不去 就是你前面太多 就是烟雾弥漫这样 然后全部的那个他放那种是 就是那种大龙泡那种 放太多了 多到就是他地板的那个灰是 太烫 然后对 就是那个叫班人员自己过 如果说你要放当然神明很开心 可是你放到他过不去 我会像他 他会不会很尴尬的 这个是what's wrong 这样子 too much 对 too much 就是也不要这么的激烈去 然后加上这个社会上面 也有很多不是姓名跟信仰的朋友 他们也是需要他们一定的居住品质 对 跟肯定 虽然你一年一次你想要搞很大 可是以前这个年代跟现在这个年代 已经不一样了 就是刚刚讲的床症的问题 那庙会当中绕境你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哪些是仪式 民众是比较不适合靠近 甚至参与的吗 我这边又有一个 好 妹妹先讲 就因为我工作的地点离东港非常近 之前不是在隐王 隐王床 对对对对 没错 然后就有老一辈的人 就是在烧王床的时候不要去 他们说他们觉得那个很容易撒掉 就是说不要去 他们就这样讲 然后会有 真的吗 那去那边记录的人也很多啊 每个人都会撒掉吗 然后这边要直接吓 对对对 有有有有没有 你知道撒掉跟耍掉撒掉 真的假的 不好意思 台语不好啦 好 怡婷她想要讲的是耍掉 没有 就是被那个冲撒到 对对对对对 就可能对你本身的一些磁场或气韵会有点影响 好 就是她刚刚讲那个整个东港银王在最后一天我们要送王船 游天河 那俗称烧王船的那一天呢 通常东港人是不建议大家去看 通常 东港的习俗啦 我这边讲的是东港的习俗 没错没错 不是那个全台湾银王都这样只限东港 为什么呢 因为东港人他们相信三年一科的时候 戴天巡寿大千岁到五千岁 他们来人间是要去温除善 然后少掉一些这个地方所有不好负面的能量 鬼混那些东西 把他压着 然后游天河 送走这些不好的东西 例如说瘟疫啊 煞气啊 鬼啊 或者是你身上不好的运气 王爷都会压走 那你在压走他的时候 当王船点我的那一刻 代表说他准备行驶去游天河 那你这时候只要再有一个声音 就会让那些坏的东西去误以为说 诶 有人找我吗 就是他有可能就会回到你的身边 你要送走那些坏东西的时候呢 你就要延期息骨 就是我们没有要欢迎你回来的意思 请你就是送走这样子 那是不是在那个 烧王船的过程中 是不是也不可以叫你身边朋友的人 对 绝对是大忌 就是 呃 其实啦 现在会有这么多人在看烧 就是烧王船 王船游天河的内幕 可能就是透过电视媒体啊 或者是 呃 大家想看热闹 觉得内幕很漂亮很壮观 可是你仔细看 我自己去东港观察啦 就是当 王船点火的那一刻 你看所有离开的人 那些人可能就是在地人 屏东人 东港人 留下来的就会是一些 可能他必须要做研究 研究者 嗯嗯 然后或者是研究生 他研究 他研究这个可以 或者是 呃 摄影师 或者是游客 这样子 那如果就是在 就是这些禁忌的 不宜观看的仪式中 跟着 然后也是尽量 去之前 因为我有学地是真的研究 那个 杖骂掌 他也每一场都会 现场到 呃 那他应该就是请他的 他信仰的神明 可能开一个福令给他 或者是 呃 像以前啦 我刚开始研究 甲匠 确实我跟甲匠 这是我自己个人 不代表那个人 我就是研究 甲匠一开始 或即将一开始 我跟出去 确实都会 回来有时候不舒服 因为我自己本身体质 就比较敏感 然后我只要一回来 就要请那个 呃 我们村庄的王爷 帮我 帮我 类似这样 修 修修位 这样 对 但是后来 后来常常参加 好像就是也 也慢慢这个问题 开始减少 所以说 呃 如果真的 非 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去那个仪式里面观看 就是建议可能 你可以带一个福令在身上 这样 平安 那真的 不舒服的话呢 就回家 或者是回庙的时候 修修位 这样就好 一定要想太多 大家记得 不管参加哪一个 绕镜跟庙会 你既然有吃 你就要有奉献 今天我们是 有一定小 小 所以我只要 比如说有去这个 庙吃平安 不管是 走大甲妈 或者是走白沙屯妈 或者是走 去银王 只要我在那间庙 我有用餐 我一定会 天悠悠 因为我觉得 今天我就是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庙 然后 你去到人家的镜 对 我去到别人的镜 然后你们庙方的神跟人 这样照顾我 那我的力量很小 也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的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调牛油 谢谢神明 就是我来这边的时候 可以受到你们乡亲 这么热情的照顾 庙它其实广义的存在就是 庙或庙会 它广义的存在是 有点像一个社福机构 它办庙会办绕镜 它去让一些社会比较底层 弱势的人 可以有一顿文保 甚至我知道有些庙 它每一年绕镜的时候 出巡 那个神明出巡 它举直式牌的那些人 都是社会的一些韩式 或者是一些 就是没有家的人 那对 庙就是给他们 这两三天绕镜来举牌 然后给你有文保之外 给你小说 有一个朋友 他说 弄矩咖有什么禁忌 怀孕的人不要弄矩咖 因为那个矩帽上面有八卦 八卦可能会对小朋友有影响 所以 然后大家知道为什么 弄矩咖的意义吗 现在 马途要绕境 好多人就是会蜂拥 还有 我知道包车去弄矩咖的有 真的 真的 其实弄矩咖 它原本是一个很谦卑的行为 它现在可能被光光化了 大家一定都有看过弄矩咖吗 其实弄矩咖有看原本是 变成是一个保平安的现象 那这个现象可以讲到 匠爷身上 神匠的 手指 我们都会说 那个 大家可以放那个五毒大神的 那个手指的照片吗 这个照片是我在小琉球拍的 上一颗的时候吧 匠爷身上 匠爷身上 但真的每天 大家都在中 其实没有 就是 大家觉得说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修修的这样的行为 就是把你身上那些 下气不好的东西啊 卡到的东西把它收走 我们想要问一下 Lulu说 我们对于一些 想要加入绕境行列的初学者 有没有一些建议 比如说装备上面 或者是行迁准备 或者是现场可能要注意哪些事情 你自己的经验呢 就比如说我要准备什么东西 会让你在过程中 比较不会那么劳累 或者是 你觉得 某些必备的东西会更好 好 我自己走大 虽然我研究的是家将中芽 但是我 我走大家妈 跟着我妈妈一起走 应该也 10年 11年 嗯 对 跟我妈妈一起走 然后我妈妈是 她就是全程用脚走 然后我就是 以前学生时代也是 就是全程跟她用脚走 我觉得不管是走大家妈 还是大家别妈 我都在里面学到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 妈主那样教我就是 随遇而安 我以前呢 会 就是要去走到今天 那就会有很多预设立场嘛 我一定要怎么样到哪里住啊 干嘛干嘛 可是其实我发现呢 每一年经过的路线都一样 例如说大家妈 大家妈 经过的路线都一样 然后去的庙也都一样 可是过程中发生的事情 包括你要在哪里绕角 每一个年 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去走 妈主绕签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不要 不要预设太路纸长 你就把自己的心放轻松 然后跟着妈主走 然后如果说是装备的话呢 你一定要穿好走的鞋子 那那个鞋子 一定要是穿过的 不要穿新鞋子 对我前一两年很松 还穿那种新鞋子去 哇整个就 你说见妈主娘娘的时候 想要穿新衣 新鞋去找 对啊 但是去走戴甲妈的时候呢 你的衣服 一定最好是要 尽量啊 尽量是要新的 但不是新的 也尽量是干净的 因为跟妈主出去 是一个神圣的一个旅程嘛 对 你到每一间庙 不管是去用餐啊 还是你去吃点心啊 记得都要奉献 就是奉献的金额 当然不管多少 只是那个奉献的动作 会让你懂得去付出 去感恩 而不是说 很多人觉得 我来妈主料金 可能是来 吃吃喝喝 然后拿东西 这样 有一个朋友说 防晒必备 其实呢 我没有建议大家 防晒的原因是 当然来基础的帽子 那些要有 但我觉得防晒 我就算了 因为你有时候 在外面是12小时 差不多18到12小时 都在走 你一直在走的情况下 根本没有时间去补防晒 所以其实我参加八十道金会 会变黑回来 变很黑 是因为那个 真的路上 不会想要补防晒 就是戴帽子的吧 这样 就是你戴一个帽子 然后 如果呢 你要挑战那种 走九天八夜的朋友呢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坐一台 那个好推的菜篮车 对 你坐那个菜篮车 然后你把你的 你的行囊放在里面 这样才不会背得很重 我这边看到有个朋友 回应说戴斗笠 对 非常好 斗笠就是一个很传统 然后很凉 对 然后毛巾放在颈部上 对 这位朋友 你是专业走的吧 我示范一下哦 哈哈哈 然后 有一个陈同学 陈正也有同学 他说有这个意思吗 家里有伤事 不要钻教底 对 没错 还有怀孕的人 不要钻 那为什么啊 塞进去是会比较舒服是不是 擦汗 因为我看很多教官的人 就是擦汗 像我自己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毛巾 就是稍微沾一点点 放在这边 因为你有在走 有时候太热 然后你脖子这边凉凉的 有时候你整体的那个体感 温度不会这么高 消暑 我自己是蛮推荐要戴毛巾的 因为 一来它是可以擦汗 二来如果你没有使用到的话 其实如果你有带一些 摄影器材的朋友啊 如果飘小雨的话 其实它非常好用 对 保护你的器材 你才可以带着它 一直跟着 跟着你想要跟随的神秘 对 有 我有建议 到晚上一定要 戴反光或小闪灯 对 因为很多地方都会很暗 一来是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别人 Oh yes 就是 通常那个 这个我真的很感谢 路上的一些菩萨 贵人们 他们有时候我们走夜路 然后 很暗 就会有那个 妈妈或者是 有些人开车 他就会在路边发点心 或者是 发那个小小的灯 然后你可以扣在包包上 然后打开就会散 嗯 那个人就是说 因为他们人家住在那附近 我就想说 这样有的 这些产业道路边这些很暗 然后就想说 分这个 这也没几次去哪 就让大家放在包包 这样开车过的人 比较少认为 让大家在这儿走 然后我当下就觉得 哇 就是他想的很sweet 因为以前就是 可能顶多贴那个反光条 但自从就是有这个小小很炫的那种 会散 而且不同颜色喔 我跟妳讲 就是 就会看到很多大咬妈的信徒包包 上面也在散在散 就很可爱 那都是人家赞助的 那今天谢谢我们 露露来帮我们结会 谢谢怡婷 谢谢怡婷 最后谢谢我们的赞助厂商 真言老师帮我们按赞了 嗨老师 老师我们爱你喔 哈哈哈